今天无人机正在改变着公众的生活方式 那一架无人机出厂之后需要经过哪些测试呢 我们来到北京中航制科技有限公司 看看无人机的出厂考试 今天试飞的主角是TD550 这是一架在前不久刚推出的工业无人机 在来到空旷的试飞场地之后 操作员们将它固定住 以便进行吸流测试 吸流的作用是固定无人机的活动范围 和突发状况下保障飞机安全 减少损失 我们今天主要是采集光电吊舱的视频 然后看一下它的图像的效果 稳定性 上飞机出厂之后 都需要先在地面进行地面试验 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吸流 要做追体啊 动平衡啊 然后一些可靠性的试验 然后就是把争取在那个地面就发现问题 然后不让这些问题带到天上去 这个我看今天来了很多位这个操作员 它们的分工是怎么样的 就是我们有飞手 就是主要是操作那个遥控器 然后还有地面站 它是操作那个电脑的 就是地面其实那个只是起最开始需要飞手 然后飞出去了 一般也不需要飞手了 就是会就是飞出去的话 就是由地面站进行远程控制 然后还有是机物 机物就是负责检查那个飞机 行前行后的一些检查